大家好,先看会日落吧 我就不出镜了 巴西的总统 波尔索纳罗确诊感染新冠 他身边已经有138人确诊了 当然都是政府的高官 也是和他密切的接触者 其实关于波尔索纳罗确诊的消息 一直是甚交尘上的 比如之前巴西一部分的外交人员 访问了美国 还和川普和彭斯都有密切的接触 回国之后都确诊了 彭斯和川普也都接受了检测 但是都呈阴性 很多人质疑检测结果 不过从川普这个年纪来看 如果他真的呈阳性的话 不可能不消失在公共视线当中 川普一直也没有消失 一直出现在公共视线当中 而且每天有很多的讲话 应该说川普或者彭斯 比较幸运没有感染 不过波尔索纳罗 很多人都不认为他是这么的幸运的 这个事情 大概说明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奇葩国家的领导人 对一个国家的走向还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之前很多人都说 对吧 选举的国家 这些选上来的首脑 对国家的走向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他有议会 有民代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权力没有那么的大 但事实上我们无论看美国的川普 还是英国的约翰逊 或者是印度的莫迪 还有巴西的这个伯尔索纳罗 这些奇葩的领导人 对吧 对整个国家的走向 还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这几个国家 疫情非但没有控制 而且呈现欲演欲力之势 当然英国这个疫情 已经出现了缓和了 因为对吧 这个鲍里斯约翰逊呢 原本和伯尔索纳罗一样 都是川普的小迷地 都非常的迷信川普 不过自从他感染之后就回头了 对吧 送去了重重监护室啊 给他抢救过来了之后呢 开始正视新冠了 但是川普还没有正视 伯尔索纳罗呢 也没有正视啊 而伯尔索纳罗 最近对吧 出现在公众面前啊 还吃了一粒枪绿葵 不得不说啊 这个枪绿葵啊 不管是WHO啊 还是其实国内呢 也做了临床 其实美国也做了临床 证明就是不怎么管用 这个是治疗利己的 或者治疗虐己的 但是伯尔索纳罗 就一再吹这个枪绿葵啊 比石头记吹的还很 对吧 说明这是川普的忠实小迷地啊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啊 和英国的约翰逊 还不太一样 不过呀 我还是觉得伯尔索纳罗 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感染了 那么他这一次确诊了之后呢 还是出于政治的目的 因为他确诊之后 马上又出现在镜头 说我现在基本就好了 吃了枪绿葵 我就没什么事了 对吧 这个就证明了吧 对吧 他早就确诊了啊 经过了密切的治疗 治疗好了之后 才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 从而证明他之前的观点 这不过就是个大号的流感 继续采取对新冠的不积极 不主动不防御的政策 依旧采取类似群体免疫的 这么一个东西吧 采取群体免疫 对吧 除了配合川普之外呢 也是这个巴西啊 整个社会治理能力 并没有那么的好啊 其实在这个国内 刚刚开始的时候 对吧 我们这个中超啊 有一些巴西的球员 都非常的着急要回到巴西 我不确定他们走没走啊 当时只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中超的这些巴西的球员 召集回国啊 如果真的回去了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也未免是一个悲剧吧 那从这些巴西的中超球员来看啊 他们对这个疫情还是很害怕的 其实在巴西也有很多人害怕 之前对吧 这个巴西啊 每天晚上八点 这个市民都打开窗户敲盆 抗议 然后九点呢 就是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 也打开窗户敲盆 抗议啊 不知道是不是学了话用 还是话用学了他们 对吧 每天晚上啊 这个敲盆的声音此起彼伏啊 不过最近 敲盆的也都不敲了啊 这也说明吧 大部分的民众啊 对这个疫情经过这么反复的折腾啊 不管是支持积极防御的 或者支持总统 对吧 不做防御的 把他当做大号流感的 大家都疲劳了 都疲惫了啊 就像以前我们看到美国疫情破十万 哦 大家很兴奋 很震惊啊 但是现在都三百万了 大家也就不当回事了 不过我们作为外国人啊 不当回事也就罢了啊 可是他们作为本国人依旧不当回事 对吧 这个就比较荒唐啊 最终受害的吧 还是自己啊 所以这就是第二点啊 榜样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南美洲吧 这个重要的榜样啊 也就是川普 显然没有起到很好的榜样的作用 但是这也同时说明啊 美国对南美或者北美吧 或者我们说对整个美洲的大陆的控制加强了啊 波尔索纳罗的上台不是意外 那么他这么紧跟着川普 也说明在巴西有很强大的一股力量 有很多人都是紧跟着川普的 对吧 那么这帮人紧跟着川普啊 也说明美国的资本啊 美国的政治力量等等 对巴西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啊 加拿大吧 虽然也紧跟着川普 对吧 但是这个特鲁多呀 对川普也经常是颇有微词的 除了之前拍到 在G20和其他的领导人在背后 说川普的坏话 被川普在推特上一顿狂骂 最近吧 对吧 一些小的政策 也不是跟着川普啊 所以特鲁多呢 有一点点的这个腐败案吧 被查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美国有关系啊 总之吧 对吧 这个榜样的作用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不管是之前的约翰逊 现在的伯尔索纳罗 还是特鲁多等等吧 这些紧跟着美国Pickholder的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吧 对吧 他们自身的价值取向 对整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也说明对吧 美国的价值取向 对这些国家也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如果了解拉美啊 尤其是南美的历史啊 其实过去他们对美国并不喜欢啊 也挺讨厌的吧 尤其是对吧 当年拉美的革命运动啊 也进行的轰轰烈烈 不过经过这几十年啊 尤其是经过这个资本主义的洗礼啊 尤其是巴西啊 巴西之前无论是矿产啊 还是这个木材等等出口赚了很多的外汇啊 但是他这些外汇呢 并没有投资回巴西 为巴西内部的经济啊 提供强大的动力啊 而是这些钱啊 都跑到美国去了 都去美国投资美股等等啊 赚取更高的收益了 毕竟搞金融这个东西很容易嘛 钱生钱嘛 如果你要开工厂啊 或者是干什么的 比较麻烦 你要审批土地啊 要有员工啊 对吧 如果有工商什么的 要有大量的赔偿啊 尤其是在拉美这个地方啊 还有工会啊 巨大的抗业比较麻烦啊 所以事也比较多 那么资本就选择钱生钱了 对吧 那选择钱生钱 其实对拉美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等于掏空了本国的资源 而本国人并没有从中受到特别大的利益 当然这不是一点利益也没有受到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中企啊 在巴西有很多的中企啊 中企的回家之路还是比较漫长的啊 尤其是在五个一的政策之下 巴西的很多中企员工 还是希望尽快回国的嘛 毕竟能好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好啊 但是五个一的政策之下 航班很少啊 想回来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对吧 这个中企啊 国内的总部要求是零感染的 嗯 但是巴西国家的政策要求你迅速的复工复产 那他怎么办呢 对吧 很显然要跟着巴西的政策走啊 要跟着复工复产 否则自身也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而且经济上也不允许这么拖着 包括很多中企的员工 还有很多的这个劳工吧 去了都是为了挣钱的嘛 你这么长期的拖着 国内又回不来 嗯 又挣不到钱 对吧 显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 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吧 嗯 博尔索纳罗对吧 和川普一样啊 一致的认为这就是个小感冒 至今没有松口 哪怕疫情这么严重 都没有松口啊 呃 一个就是选举嘛 对吧 不能打脸呢 要一条道了走到黑 二一个有很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啊 有这么一堆的傻子 和追星一样 和脑残粉一样 所以这个选举到这一步呢 政治有一种犯圈化的倾向啊 甚至说 对吧 基本上就已经形成犯圈化了 就已经形成追星了啊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嗯 其实南美也一样 美国一样 有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存款 那么抗风险的能力并不强 根本就抵御不住的 尽管你说这个新冠啊 很厉害啊 如果复工复产 感染的人数会增加等等 但是对吧 你不复工复产的话 那我眼下的日子怎么过呢 很多人呢 也是出于眼下的问题啊 从而做出了一种用脚投票吧 对吧 你这个新冠疫情多严重 我也顾不上了啊 先把眼下的日子解决啊 先把眼下的日子过下去再说吧 这也是川普和波罗索纳罗的这么一个基本盘吧 但是总之吧 其实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啊 不只是美国啊 也包括南美 对吧 其实包括欧洲啊 这以前都是从上科学的 嗯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这么多人居然如此的反制 对吧 让人想起来啊 还是非常的可笑的啊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吧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吧 总之吧 我还是认为啊 波罗索纳罗很早就已经确诊了 为什么现在才公布呢 因为他现在很已经治好了啊 这个病已经好了 所以才公布 对吧 嗯 一个是不引起政治上的风险 二一个不给反对党 或者是反对他的人 攻击他的口实 三一个呢 更加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不过就是个小感冒啊 是个枪绿魁 很容易就治好了 那四一个呢 就是这个枪绿魁啊 背后有很大的药企的利益啊 这个川普估计 也是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吧 受到他们游说了吧 对吧 那么最后一个吧 就是复工复产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关于复工复产的压力 我再简单说一句吧 就是其实美国也好 包括巴西也好 包括其他国家也好啊 因为这个复工复产呢 也折腾了很长时间啊 因为抗疫 对吧 很多经济活动也停止了挺长时间的 但是在这个停止的过程中 始终停止的不是那么彻底 那么街头运动啊 这个人员呢 总是四处乱窜 那么很多生意啊 也是控制不住啊 经常会开放 就会导致这个事情拖拖拉拉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长痛不如短痛啊 对吧 如果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对吧 长痛不如短痛 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封锁 迅速的控制疫情 其实想要解决也很快 这样的话 拖拖拉拉 疫情也解决不了 这个经济啊 一时半会儿也复工不了 对吧 就造成一个很长久的问题啊 那么 呃 其实不管巴西还是美国啊 其实有很多的人 对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美国人支持 呃 拜登 对吧 也有很多人啊 支持福奇 巴西 对吧 也有很多的反对派 反对波尔索纳罗 就说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大一部分 而且这部分人呢 经营人士居多一些 当然也有从事互联网等等这些行业 呃 即便停工吧 也依旧在家办公 所以你贸然复工复产 真的会产生消费力吗 对吧 如果没有消费力的话 复工复产也等于白付啊 你比如这个服务行业 你真的开了工了 对吧 那很多人依旧很担心 不敢去啊 包括航空业 对吧 很多人不必要的出行 就尽量减少了 那你还是不行了 对吧 那最后的结果还是裁员啊 所以还是老话 不解决疫情 什么都解决不了 那好 今儿好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这个太阳呀 也落山了 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到这个日落的过程 我还没有人做过真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